水利署第九河川局今年陆续举办向海致敬三部曲活动之后 邀及了相关单位展现各项海洋保育活动的成果 希望可以唤醒民众从减肺做起来守护海洋环境 第九河川局今年分别以企业主、年轻学子、工部门还有机关团体为对象 举办了近海、知海、近海、向海致敬三部曲 邀及花莲领馆处、东海处、花莲县环保局、黑桥文教基金会等三位 共同展现各项海洋保育行动成果 今年是我们把今年的六月份还有七月份跟九月份 我们分别办理了三场的一个敬滩的活动 那分别找了这个企业界还有包括我们学校 还有包括我们的地方团体还有包括结合我们志工等等 我想说我想这个敬滩或是这个海岸的一个保护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 那今天最主要是把这三场的一些成果 我们来这边汇集 邀各相关单位来做一个成果发表 让这样的一个讯息能够广为 让我们花莲地区的民众能够了解 那也透过这个跟小学生的一个连结的部分 我们能够让这个小朋友从小从教育上就从小就能够扎根 那我们也跟这个各横向的一个公务部门跟师部门的部分拿去结合 我想团结力量大 让这样的一个向海致敬的一个活动能够持续长长久久 让我们花莲地区的海岸会越来越更漂亮 越来越美 第九河川局统计从今年的1月份到10月中旬 河川驻井巡查将近有600次 防汛志工巡查630次 卫星影像巡查有1450次 东莞处同期在东部海域也清除了904公吨的垃圾 其中漂流木8成左右 一般垃圾也多达了118公吨 成果发表会上也借由各单位亲近海洋行动成果 希望可以唤起民众保育海洋生态 从减少垃圾被弃物做起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